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奥斯丁美国的官部长和中国的官部长董军 董军应该是答应要见奥斯丁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美军方近期是不会直接对抗的 解放军现在刚完成围台行动 紧接着我要见你美国官部长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是有战果 所以见你奥斯丁的时候 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 这个时候美国人要老实一些了 美国还特意提及奥斯丁 此行将与中国官方董军会面 说明美国那边已经收到的解放军明明确答复了 心里面石头落地了 中国人要见他了 中美的官部长时隔两年多 首次面对面会晤地点是新加坡 新加坡挺有意思 美军航母现在也在这 他连台湾也不管 就奔着新加坡去 外界有一些预期 应该上个星期美媒开始放风了 说中美防战要谈 而台湾危机之前 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举行双民对话 差不多也是中美交流一个惯例 就哪怕是前两年都没有中断过 中美现在这个态势非常复杂 不稳定因素也是很多 中高级别军事互动重启工作也是进行的 这个时候中美坐在来谈 咱们讲过实际核心还是得金融战 所以军队现在就是绝不能让火 咱们说直接来一个交火 必须要管控 看金融战才是关键 香格里拉会议是 董军上任防长后 应该是再次出国参加多边的防护议 而且是跟美国官部长直接打交道首次 另外关键在于两国防长到底谈什么 接下来会安排什么样的话题对话 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机制 国际形势 尤其是现在亚太地区 看着 其实整个亚洲地区都希望中美保持沟通 中美只要能维持这种高级别对话 说明矛盾还没有到直接冲突 某种程度上讲就是重启高级别军事交流 是中美和中美作为两个地区大国一个义务 就必须要管控分歧 让整个地区能够稳定 中美防长线下对话 具体谈话的话题 可能跟之前的线上通话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对中而言 谈与不谈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主要是我们要展现出 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对地区稳定的这种贡献 我们愿意跟美国谈 毕竟美国那边的意思就是 就是为了对话而对话 它实际行动完全不是和对话讲的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中国也是其实不指望这个对话 它只是为了拜登激进的对话政策做一个缓冲 实际是实际在讹诈中国 那中方这边的一系列立场 其实早就讲明了 军事关系中美关系稳定基础 所以现在看我们不论哪个方面 我们现在要谈 但是主要是给外界看 真正能谈什么结果 我觉得没什么结果 就是你美国无论哪一条 基本上是满足不了中国要求的 首先美军机在中国近海 一直高强度的迪近 但如果说美国真的能说到做到 当然那个更好 但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出现 我们要考虑到相会开持 以前解放军刚刚举行环带军演 实战意味非常浓厚 这是做收台的准备了 那么预计这次相给俄会议 台海局势会成为重点话题 另外美国肯定不会放弃 向一个中国发难 所以无论这种境外的 尤其这种会议 中美两国方长可能要开始一轮交锋了 那么中美方长相给俄会见 见面之后奥斯汀 接下来要访问柬埔寨 这个才是关键 要见首相鸿马奈 终点可能实际最终点的官校 说三道四了 让柬埔寨选面上 实际外界猜他就是去挖中国墙脚 柬埔寨非常重要 无论能不能 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很关注 美国也很关注柬埔寨 就说明这个地带很重要 据说这个红马奈是西方流域背景 以前在美国西点军校军事院就读过 算起来奥斯汀跟他有关系 但如果美国想靠这层关系 跟柬埔寨套近话其实想多了 因为这个红马奈就任后的首次出榜国家 就是中国 和中国高层应该是已经是确认关系了 这个时候美国人再想挖墙脚很难了 就是美国筹备与董军防长会面的时候 中检正举行联合军演 这个其实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实际他已经晚了 尤其是现在是国际地缘关系深刻变化的时候 多极化正在单极和多极一个此消彼长状态下 这时候美国人实际他的能力是受限的 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制造话题向中国发难 其实在亚太中国是以我为主的 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所以现在看的中国 这个香格里拉实际时候 我们防长要向这个美国 主要是向整个世界 阐释我们这个和平发展理念 计划访问柬埔寨实际是在挖中国墙角 但我们要知道美国人现在在柬埔寨 其实这个方向他很看重 原因就是柬埔寨可以迅速抵达马利亚海峡 解放军现在在这个方向遛狗 美国人也说算都算 这个狗是那个机器狗 我之前抱过一起 美国说这是违反道德的 必须禁止的 没想到吧 就中简的金龙2024演习 中国带了一个战斗机械狗 柬埔寨高层也很关注 这一段解放军遛狗的视频 现在全世界都疯传 另外视频中 解放军机的机构执行多个实战化任务 包括勘察模拟战场 帮助作战分队提高战场态势感知 实际都是一些非直接作战任务 另外也有直接作战 就是背上背个步枪 突入敌方的掩体进行战斗 这个操作机构的解放军战士向央视专门介绍过 解放军这次带着去柬埔寨参加军演的机构 有两个型号 有个轻的 重量是15公斤 配备一个4D广角感知系统 装备了上下形的数据垃 看到了吗 上下形数据垃 另外能够直接将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传给指挥部 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全地形机动性 视频中说它可以快速前进 握倒 后退 还能跳跃 基本上是一个解放军可以接受的状态 它已经是裂装了 强大的电池据说能够连续工作2到4个小时 咱们上一期没补充过它工作 缺航时间2到4个小时 一场战斗差不多了 这一场战斗也差不多 你要给它背个炸弹是吧 最后末端的时候可以爆 说它有自动化系统 它能够自动规划渗透路线 这是央视 央视公布的 所以这个信息绝对确认 它能自动规划渗透路线 那就是说它是个AI系统 而且可以避开障碍 而且接近侦察目标 自动的 另一个背机枪那个 那更大 它的机动性不如前者 但是它重量已经达到了50公斤了 100斤 它最大突出特点 就是有强大的火力和可靠的突破能力 说呢 蒋洋斤展示了机构 背950自动步枪射击的画面 它和作战小分队 突入建筑物内的画面 也展示了 它是具备侦察 自主识别 打击 任务目标的能力 包括战斗力 其实这就是真正它的用处 就是突进敌人 第一个突进去 踹门 这个机构呢 还可以换装950搬用机枪 而且可以给它这个机构下边挂一个 就是它肚子下边挂一个 大容量弹鼓 那这个机构狗到时候一定程度上 就可以变成整个小分队 突击队的一个机枪手 有效提高了解放军 步兵火力强度了 我们未来两层机枪 人 自己班里边有一个人 我们还可以给狗配一个中机枪 那就是解放军现在看 展示机构 如果每名士兵再配一个机构 你可以想想这个战斗能力 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班 变两个班的战斗力 此前的解放军多次展示过 现在看的这种空降机构也展示过 就是实际我们现在是有信心 至少在亚洲 可能大家没注意 就是我们这次演习去柬埔寨 它实际为什么美国很担心呢 美军吸星线就是封锁马利亚海 就是它在新加坡 是一个重点的关注点 但问题是美军航母是在哪 在琉球 对吧 在冲上 这个还有什么 还有在关岛这个方向 就是从这个方向来到 这个 新加坡 它得经过南海 但如果我们就直接就在 柬埔寨的军港 已经有自己的军舰了 那么我们可能比美国人 更早的控制 是马六甲海峡 这就是美国人最担心的 你看它大规模舰队 要么就从这个 咱们说这个 关岛 对吧 要么就从这个日本 还有可能从澳大利亚 但是这个可能性很低 就这两个点位过来 是不是它到这个新加坡 还得经过南海 而我们如果在柬埔寨就已经有金港了 我们实际早于美军就已经控制新加坡海峡了 对吧 就马六甲海峡了 那刚才咱们讲这个 解放军的机构 这个能力展现了 美国突然跳出来表达不满 甚至美国人说 那机构执行杀伤性作战任务 宣称解放军触碰了道德底线 说必须停止无人平台 杀伤人类的能力 甚至要求美国应该在联合国提议案 要求禁止在战场使用这种杀人无人机 机器 这名这个 我觉得美国学者 提到这个人道主义 说 但是美国人他没有进 你美国人 你美国人只是因为落后 所以你才要进 但是没用 美国早就平台了 他这个波士顿动力 但是可能他这个自主能力没有中国这么强 所以他现在落后 这早就是你干的东西了 以至于美国现在一直在试验机构 机构这种武器 实际还是要依靠先进的侦察传览器的 这种东西只有中国 只有中国有 而且比美国人强太过了 这时候美国人当然急了 武装侦察型的机构 如果真的铺开用 你想想一个班五个人 每个人配一个 别管大小 每个人配一个 将来的战斗能力 他据说能够 他是100公斤 100斤 他能驮将近是100斤的重物 这是他的能力 如果这样算 我们一个伤员 就为我们的一个伤员 就可以驮我们的一个伤员挂在机构身上 就可以离开战场了 这也是一种趋势 这个复杂的城镇战争环境 城镇战作战环境当然需要减少伤亡率 我们用的现在就是这种机构 就是我们这一个班 冲进这个巷战 对吧 假如说是在台湾 台南吧 咱们别说台北了 台南 台独大半英 我们进入巷战之后 我们自己的班 我们前面如果派一个班的机构 我们当然减少了伤亡了 那许多危险的脏活累活 就无人机平台干不了的 我们用机构来干 美国人非常清楚这种机构作战 给带来的实战效果 尤其是颠覆整个作战形式的 别忘了我们是AI自主的 而且双向数据传出的 美国人是做不到 所以他现在要限制 限制有用吗 限制是没用的